這次我們帶大家去布谷灣 布谷灣的風景又漂亮又容易走 大家去看看路線 今天我們去布谷灣 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坐的士進來就在這裡這個位置下 留意著就是這個涼亭 有一個公尺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下的 我們會由上搖郊遊徑一路向下行 這個是比較冷的行程 舒服一點 其實一路主要向下行 去到先再看下景 然後去上搖那裏就有些文物的參觀 很適合特別的行程 我們慢慢走 好,我們起步了 下車之後就是上搖郊遊徑 那你坐的士過來 跟他說 對 我去湖霸水務署的位置 那就可以了 整體行程是很舒服的 一般去C5506 OK 穩固,一定沒有走錯了 那你沿路也有類似的牌 那一路跟著走就很適合 那說一下路況 OK啦,舒服的 行山郊野公園的路段 有些樹蔭 好正,好漂亮,好舒服 還要今天是懶鬼的 我們選擇 向下行的那條巴上面 一邊落下水平 水平面,然後就一路走 基本沒有什麼上山的 懶懶的路程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路口位 一邊就是南風灣營地 一邊就是上搖 好啦,其實兩邊都行 不過我們選擇上搖 我們選擇上搖 即是走上面那條 南風灣營地 下了去 再有路,一路沿沿海邊走 都一樣可以 但是我們不選擇那個 好嗎? 我們就走上面 我們走郊遊景 不確不確 走一下,看到地上有個口罩 希望一下 咦? 有條這樣的絲帶 再看看地圖 我都知道差不多到RX路口 這裡有條RX路口 其實這裡就是上擺頭噸 對啦,擺頭噸 如果有興趣可以上 但是 地圖顯示是大路來的 這些路都OK的 其實都OK的 可以試一下 不,我們今天就不上 我們都走到路 在中段 接近了一個 經過了上五個山頂的小路 那這裡明顯一點 看到那個露營地點 OK? 這裡真的是一個露營地點 對啦 有燒烤路上升 這樣 記住右邊是擺頭噸 那我們先不要理 要直走前走 看不看到這裡 有個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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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是 就是這裡 我們走這邊 它也會有個 等下 我幫你拍張照 這邊 我們也會看到有路牌的 就是寫著 上搖 很近 還有 不夠一個小時就到了 上搖 上搖 那個 郊遊境 那個 壓叉路 在口位 就是剛剛過了那個 浦古灣營地 那個牌 這裡那個水牌 就是右邊和左邊 這邊 左邊 這邊 這邊 原來就去沖浴味 一個洗手間 有一個蓄水池仔 對了 應該不對 是 右邊 好 關鍵路口位 應該就是這裡 左邊 應該是上搖 加游鏡 我們在這個位置 應該跟它分手 就前面 這裡 就落步古灣 它有個外牌 山徑 艱險 南潭 隱蔽 隱蔽 OK 但是我看這條路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繼續走這邊 是不是真的這麼隱蔽 是不是真的這麼 季節性雜草同生呢 那我們再看看 但是呢 我們要走 那你 看到的路 底是還在這裡 OK 那 那 好密了少少 行不行 真的嗎 真的嗎 小心一下 嗯 那 不要走那麼遠 保持距離 對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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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嗎 對 保持距離 你看看 看不見 那 其實你看看 第一次看到的 這條路是看到的 那 你在這種情況 你要 看密一點 地圖 看不見 看不見 你不會走錯 因為有時候 這些情況 就是 你以為是 走得正確 那 可能是 其實可能是 夜豬路 或者其他 大錯了 所以你要小心點 不時 看看地圖 看不見 真的嗎 對嗎 應該是走這條 看一看 我一直都聽到下面有人聲 所以都是安全 是走這條 對嗎 OK OK 好 好 問題 繼續吧 好啦 終於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大段 少隱蔽的 林徑之後 咦 它都有 私大 路口位 是 還有這條 RX路 這條 RX路 剛才說 如果想 跟海邊走的 在營地那裏 就是這邊出來的 嗯 我們現在 繼續下去 那步步灣 OK 我們繼續走 跟著 古道 是 是 好 我們跟著古道 去大路 我們過了一條水位 因為很明顯 這裏呢 你在這裏洗個臉 都冰涼 OK 好舒服啊 這個位 那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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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小心 就 滑一下 跟著 弄濕對鞋 OK 好了 走到這裏 有個路口位 一條 有人綁一條 屍帶 明顯看到兩條路 左右 右邊 右邊 是一路這樣走 是正確的路 左邊 就是 也是正確的路 廢話 左邊 就是要去那個 古灣 那個 弧形堤壩 如果你不想 下弧形堤壩 可以走到那邊 去到那邊 弧形堤壩 另一端 那 看看我們的彩數 因為聽說 那條堤壩 堤壩 堤壩 走通過 如果通過 我們一路經 堤壩 一路兜 兜了過去對面 那就不用上來 不然 我們可能要 上來 好了 我們看到那條堤壩 其實 在前面 我們慢慢走 我們已經在水邊 已經 OK 真的嗎 現在我們前面的紅樹 已經是有些 好啦 我們去到堤壩的尾 到了 很漂亮 好漂亮 我們走上去 在這裡拍張照 好啦 我們先打卡 爭取時間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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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 走出去看看 嘩 好漂亮 很漂亮 謝謝你們 嘩 你看 OK 我們一起拍張照 先拍張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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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個主要的 這裏一個水窄位 前面一個水窄位 之前應該就是 魚就游進來 它下了一閘 就可以捉一些魚 如果怕的就像現在這樣 慢慢 慢慢 擔前一點 擔前一點 OK的 不用太擔心 行不行 不用太擔心 慢慢 慢慢 沒事 沒事 那我呢 當然不會這樣掘 哇 危高人膽大 看看吧 怎麼可以 我當然是這樣過 來吧 其實呢 很寬闊的 不用太擔心 你一邊向前 就可以了 其實走前往前 這條橋也是這樣 OK 哇 開心 你看 在這裡玩 摘下班 很開心 你看 看他們這樣過 很漂亮 你看 爽脾 在這裡玩 OK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OK 好了 那我們繼續走 很漂亮 很舒服 真的很棒 好了 過了這關 前面還有一個 就是一個 橋位 很漂亮 好了 到我過了 那這個 堤位 就 他現在 弄了條工的欄 在這裡 就剩下幾條 很穩陣 那 他中間這個位 他有一點 夠 可能 套進去 不怕的 沒事 你不要想太多 又怕你看著 其實過這些橋 我給大家一個 提示 你不斷看著下面 那些水紋 你會動來動去 你會覺得 眼睛 你會覺得 人在那裡很翹翹啊 你會覺得 動一下動一下 其實是一個 視覺的錯覺 你不用理 你向前面 焦點在那個目標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了 我們過了 這個彎 這條堤位 那 走 再往多次 真的很美 一條 半月形 走到你 剛才 有兩位師兄 爬進來玩吃飯 他們都是YouTuber 看到我們拍片 這幾位小姐 就應該 到木舟過來 其實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很好玩 好了 過了之後 就看看 我們看 右邊 我們走到右邊 我們走回 然後 走出來 我們走 接回 上 主要的山徑 可能在前面 對 可能在前面 對 在前面 對 在地圖 對 沒錯 對 如果你不走 在這裏再加 對 左還是右 你說 左還是右 你說 應該走這邊 對 對 對 走到左邊 如果要走右 就是走回去 五可樂堤吧 那次是那裏 就走這邊 過來 那我們這邊 繼續 很近 我們會經過幾條村 就是上搖 其中一條村 看看他們的文物 走 我們由這條山路 剛才說 可以有石路底 一路你走出來 來到這裏這個位 你見到 咦 直行 是不是 還是轉右呢 要小心 我 看一看 如果沒有遺疑 那我都會走錯 看看地圖 那這個直行就不對 是回到外面 下海邊的 那我們不是 我們向 喜智灣那條村 北潭沖那邊的方向 對 如果不是那裏 這裏可以走走走 就是出去 馬頭的 我們不是出馬頭 那我們走這邊 補充多一點 就這裏 就這裏 右邊有些 是舊的村屋 沒有人住 荒廢了 兩層 對嗎 對 兩層的村屋 以前有電 還不見 這些不要進去 你不要貪玩進去 可能不想到有 是 是 不要進去 貪玩 出事 荒廢了 白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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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試試 這是 小武七古小堂 我現在第一次 留意到 他製造的 很漂亮 唉 這個小小的教堂仔 我剛才看到我 成武將 很漂亮 很特別 應該很有歷史 進去那個民眾文化館 看看 這裏 我們進去 平面圖 我們進去 先進去 這裏 是以前的典型 圍村 有一個 門樓 這樣進去 有些 紅色的東西 我先看看 會模擬回以前的 豬舍之類 這些就是 曬平 我以前那些 見好 古老 住圍村的時候 他們也有個 池塘在外面 大空洞 曬黃道那些 傳統家具 民族館之後 前些就是 風遙 就是這裏 前面這個位置 不能下進去 不可以下進去 請物內進 人家都 難了位置 不要下進去 請物內進 不能下進去 就是這裏 立國灰遙 那它是用來做些什麼的呢 就是 以前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 西貢 這裏 就 靠水 其中吃的 就是 珊瑚 用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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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類 燒了它 變成石灰 石灰 白色的 是白色的 會 用來做建材 可以用來做 對 運出去賣的 當然 現在是認識了 好了 我們走完了 出回馬路口 看到 出回這裏 有寫著 如果要轉圈 見到喜智灣村 望移州村 上搖村 就是這三條村位 這裏的小河 都很漂亮 可以拍照 那 走完今天的路程 不算難了 對 不算難 都很容易走完 很舒服 輕鬆 雖然輕鬆 我水也剩下很多 應該我也是 那 多少升難度 一升 一升 最難的那段 是 在 上搖的家樂徑 下去 分開 下去 步步灣 小蝸仔 有點擔心 但是 都沒問題 看著路面 跟著地圖走 好 另外 風景 風景 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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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星 所有 因為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對 究竟是那個 提霸位 你不去提霸 下去拍照 就浪費 走個提霸 都不難走 都建議 OK 不難走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們走了兩個多小時 連拍 都很容易 通訊給大家 再見